沙士车才刚往前开 旁边的怪兽突然一个180度迅速大回转 直接命中驾驶座击破挡风玻璃 车明显上下震动 怪兽赶快抬高掉臂 宛如电影绝命终结战真实上演 沙士车头被打凹车顶隆起 虽然玻璃已经几乎对折 但也因为有它让怪兽没直接贯穿 救了驾驶的命 好显人完全没事 工程人员手指的方向 就是影片中的怪兽 这里正在进行宜兰县政府发包的 蓝阳溪砂石输菌工程 要出路这里一定要过棒 这台怪兽就是负责铲除过多的砂石 由于现场是双边车道 两边都得顾 结果在4号早上10点多 怪兽驾驶要从另一边回转时 疑似没注意到有车进站 加上地方站超量进出不密集 衔接时间算充裕 本来就不会派人帮忙指挥 警方立即到场 制作笔录 后续县府将督促 施工厂商与运输公司的 和解赔偿事宜 至于有没有要开发厂商 县府说先以协调双方责任为主 这回好险杀石车驾驶福大命大 否得若被怪手蝉抖 集中正脸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TVA新闻解纳成 吴鱼亚一烂采访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